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源的中餐行政總廚曾超烈 今次我們介紹這個湯 叫做蘿蔔絲質魚湯 好 現在我去街市買些材料 今天我們挑選黑質魚 來煮蘿蔔絲湯 其實蒸魚用來煮湯之外 還可以用來麵豉蒜頭蒸 又可以用來燒 其實還有汁魚很多種 有金山汁 有白汁 白汁魚是最美的 其實蘿蔔這個月份應該是最美的 如果選擇蘿蔔就有挺直 江澤漂亮 還有聚手 裡面的肉是實正的 我們煮蘿蔔湯應該可以了 用蘿蔔的醬料 用蘿蔔去就要刨皮 刨完蘿蔔 用蘿蔔去用蘿蔔 用來塗入這裡 作用呢 就是讓水不要那麼快流出來 切粗條 切完之後呢 用一些鹽 用水瓣乾淨 35克的有皮薑 有皮一定要洗乾淨 連皮也會更香 用毛巾或紙鎖一鎖水 煎的時候比較危險會彈 煎的時候要紅鑊 要燒紅鑊放油 慢火慢慢煎 煎到兩邊都香 煎魚的時候 鱼皮可以收縮的時候 可以加上薑一起煎 薑和大魚一起煎 薑能夠發揮香味是最好的 大家知道煎魚的時候 如果想魚不爛 記得要點是二隻鑊 不要動魚 就會盡量煎 魚不會爛 開始預備小雞湯 最紅的時候要炸下去 湯就很容易白色 然後把蘿蔔放下去 慢火煎至十分鐘 如果你不介意 煎至魚爛也可以 燒粉豉油 一兩滴麻油 用來煎魚和蘿蔔就很好 煎魚 然後幫人種清支 煎魚 我們在吃小雞湯 可以鑊 進行 下汁 煎魚 加st